好 主播和各位观众 中秋廉假第二天 许多民众纷纷返乡过节 但也有一些民众 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必须坚守岗位 没办法回家跟家人团聚 对此 总统蔡英文 他也在Instagram 还有YouTube上面释出 中秋节的庆祝影片 邀请了香港的演员杜汶泽 日本的YouTuber三元慧吴 还有韩国的YouTuber金真姑 还有两位新住民朋友 阮秋恒跟王凌凤 要为因为疫情 无法返乡的朋友 献上祝福 主题是志 想家的人 带您来听总统的最新谈话 总统蔡英文释出的 也提到说其实因为疫情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也因为很多人的努力 让我们感到安心 也学着珍惜每一次的相聚 但是还是有人因为疫情 无法跟家人团聚 因此总统蔡英文 特别邀请了五位好朋友 来拍摄这支中秋节影片 只是只要提到说 只要呼吁大家共同做好防疫 相信大家很快就能再次团聚 而在影片的最后呢 总统蔡英文她也放上了 自己爱猫的影片 在阳台旁边晒太阳 疗愈的画面让人直呼 真的是太猛了 以上像最新鲜 把时间镜头交还 彭内主播